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他在亚市足足待了三十多年 怎么也没想到 兢兢业业在娱乐圈服务了大半辈子 人生的最低潮竟然是发生在2020至2021年 据刘细贤自报 他已经超过八个月的时间没有工作 零收入 可能外界很难想象 一个艺人竟然会没有积蓄 会为柴米油盐所烦恼 但在香港娱乐圈中的现实就是如此 并不是所有艺人都如大家看到 或是想象中的那般光鲜亮丽 开豪车住豪宅 不否认有这样的艺人 但这些大多都是一线 或是当红艺人才有的享受 而香港娱乐圈 也并不是可能所有艺人都当红 都是一线 刘细贤就是其中的一位 他与许多绿叶一样 日夜奔波都是为三餐一宿 存了一辈子的钱 都未必能买得起房子 即便买起了还要供楼 每个月收入基本是入不敷出 而刘细贤情况还比较特殊 每个月的开销更是比想象中大 当然刘细贤的确不是什么一线当红艺人 大家能叫得出他的名字 或是记得他 也是因为他是亚氏忠臣功臣的关系 虽然他对这样的形容 一直持以比较谦虚的态度 不过他真是以实际行动表现出了自己对亚氏的忠心 刘细贤在1988年12月1日加入亚氏发展 一直到亚氏西东的那一天离开 后来他本人也表示自己一直没有离开 有很多原因 一来亚氏的收入很稳定 二来自己习惯了旧的环境后就不想再走 后来走人是因为亚氏已经无以为继 但没有想到也给刘兮贤留下了发展的桎梏与后患 导致他离开亚氏后难以发展 其实以刘兮贤当年在亚氏建立的知名度 他是有机会和条件往内地发展 当年他在亚氏凭借一部 我来自潮州 不只是在香港扬名 更是在整个广东打响了知名度 在剧中 他饰演的朱润这个角色 至今都有人记得 如果他靠到广东登台剪彩 每个月的收入都相当可观 不过刘兮贤错过了一波香港艺人往内地发展的机会 之后又因为身体的关系 发展的范围反而收窄了起来 最终落得今天较为尴尬的局面 离开亚氏后 刘兮贤的确多次去敲TVB的门 但是每一次都是吃了闭门羹 久而久之 他也就接受了不获TVB认可的事实 这些年他都是靠着做一些所谓的散工维持 收入不稳定 工作也是时有时无 以这样的情况过日子 是不可能发大财 但是保证基本的生活 应该是不在话下 前提就是不能有什么突发事件发生 所以刘兮贤将这样的生活形容为是人生低谷 毕竟收入比从前少了一半 工作也不稳定 身体还患有严重的慢性病 只是他并不知道真正的低潮原来还在后头 进入2020年后 一场不可抗力改变了刘兮贤的生活状态 一个月没有收入的时候 他就已经有点慌张了 当第三个月没有工作 没有收入的时候 刘兮贤就已经坐不住了 当时他就对外表示 自己已经在吃老本 且吃的差不多了 如今八个月没有工作 几乎零收入 刘兮贤最后的打算只能卖房子了 刘兮贤的情况还挺特殊的 正所谓胡漏偏逢连夜雨 从2019年开始 他的经济状况就一直很吃紧 如果只是日常的开销 他没有收入倒也能熬过去 但是除了日常开销外 刘兮贤自爆一生都是慢性病 有高血压 糖尿病 高胆固醇 血管又被堵塞 这些七七八八算下来 就算不吃饭 每个月至少要花五位数 千美一样的开销 都是不能停的 而那么不巧的是 2018年 刘兮贤又与妻子离婚 2013年 事业平民的他 宣布和小14岁的内地女友结婚 当时还请了不少明星好友 婚礼办得很隆重 之所以结婚 是因为他此前交过很多女友 带给爸爸见面 爸爸都不满意 唯独觉得这位内地女友好靓女 为了给爸爸冲喜 他选择结婚 但婚后不久 他的爸爸就去世了 结果三年后压势停泊 转为自由生意人的他 四处结伤眼 冷落了太太 两人矛盾不断 最终决裂 2019年 刘兮贤宣布离婚后 接受媒体采访时就透露 这段婚姻的失败 和他本身有着很大的关系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当初两人结婚 刘兮贤是为了给生病的父亲冲喜 所以草率结婚 但是两人离婚的导火索 究竟是什么 刘兮贤并没有透露 只是后来有媒体报道 刘兮贤因为同妻子离婚 不得不支付了对方 六位数的山养费 这对于本来就不算特别富裕的他来说 已经是很大一笔开支了 学上加霜的是 刘兮贤近日罕见露面时 也意外向媒体透露了 其母亲已经在大年初一 病逝的消息 据悉 自母亲离世后 刘兮贤一直为其打理生后事 考虑到外界形势严峻 因此一切都选择从简 由于母亲生病的治疗费 对于已经一年没有接到工作的刘兮贤来说 绝对不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因此刘兮贤一直都是靠之前的存款来给母亲治病 并且艰难的活着日子 最困难的时候 银行卡上仅有40元 最后 刘兮贤不得不向亲戚借钱 最后才勉强渡过难关 但母亲最终还是不幸病逝 这对于刘兮贤来说 绝对是沉重的打击 谁会想到 亚氏功臣 现在会是这种境遇 而除了刘兮贤之外 还有一些亚氏一个的现状 都还挺让人唏嘘的 和刘兮贤一同拍 《我来自潮州》的陈廷薇 原来也是一枚从TVB 跳槽到亚氏的一员 但比刘兮贤幸运的是 陈廷薇来到亚氏 还有干妈沈殿下的帮助 在沈殿下的支持下 陈廷薇一来就受到了亚氏的重用 在跳槽到亚氏的第一年 他就出演了《胜者为王》的男一号 随着剧集爆红 他成功拿下 1991年的亚氏收视冠军 魏亚氏在与TVB的PK中 转做面子 而陈廷薇本人 也一下跃升至亚氏一个的位置 很快亚氏承受追击 拍了《胜者为王》续集 还安排了曾华倩做女主角 而当时 他正在和曾华倩拍拖 当时曾华倩对他也是深情 为了他从无限过档亚氏 据说两人都快走到结婚的那一步了 双方家长也见过面了 干嘛沈殿侠也点头了 可之后 曾华倩在台湾的剧集大受欢迎 有传 陈廷薇建议女友的事业比他强 自己也想闯事业 忽略女友感受 最终两人分刀扬镳 分手后 曾华倩很快嫁给富商 退出演艺圈 但离婚后 2006年 他又复出拍剧 绯闻对象是马国民 有传 他是按陈廷薇的样子 选当马民的 而陈廷薇后来拍的剧集 大多反应平平 影响力远不及当年在香港 到如今 陈廷薇也没什么新的代表作 时不时来内地走学刷脸 就在2019年 他还出席了毫无存在感的亚界决赛 被朝发福 穿着似土豪 昔日一哥风光 终究回不来了 另一位一哥则是陈启泰 他也带过TVB 不过那时因为性格内向 不善处理人际关系 八年里一直都是配角 最有名的还是 1995年古天乐拜 神雕侠侣的影志平 有感在无限难获重用的他 1998年约满后 直接跳槽去了亚世 那时 是陈廷薇凭 我来自朝州 事业风光得意的时候 可那会儿的亚世 真的是随手出大手笔 陈十三写下神作 我和僵尸有个约会 陈其太喜提难二 山本一夫一决 亚世还专门为陈其太 打造了游戏节目 百万富翁 结果 这节目爆火 收视碾压TVB 也令陈其太 成了现实里的百万富翁 外传他主持这档节目 收入高达七位数 还在三年内 买下两套豪宅 但陈其太 在亚世正当红的时候 就曾说 供安房子就不做了 开玩笑说让妻子养 结果还真是说到做到 2009年与亚世约满 就离开了 后来也有重返过 但都是断断续续的 凭爱好接一些工作 当然 提到我和僵尸有个约会 就不得不提另一位一哥 也就是 邝天佑的扮演者 尹天照 尹天照的演艺生涯 也算坎坷 1984年出道 亚世一开始 就给了他五部戏拍 可就是活不起来 直到1997年 尹天照搭档万启文出演 九七变色龙 才获得不错的收视成绩 可很多人都说是 万启文扛起的收视 而在戏外 尹天照也被控诉过 有不当行为 还僵尸三时 配角王秀林 突然指控尹天照 在剧组吃完宵夜后 主动要求开车送他回家 却在半路将车停在路旁 对他狂吻45分钟 还曾想伸手惊叹的衣服 尹天照则双手发誓 表示自己绝对是冤枉的 斥责对方炒作 还说自己 只载了他很短的路程 当时和尘宝源的车子 一前一后 前后不超过两个车位 这样的距离神仙都搞不到 否则马上会撞车 双方都没拿出切实证据 这事件最后变成罗生门 可尹天照的形象 事业也大受影响 但他的妻子选择相信他 陪他共度难关 可2017年 妻子被查出患上血癌 为照顾家人 尹天照决定淡出荧幕 可与此同时 尹天照自己也患上了泪风湿 他只得又辅助拍戏 在一些烂片中转移药费 就算这样 尹天照还不忘在采访中吐槽无限 也提到有其他电视台想签他 可自由度不够 最终谈不成 他还承认当年在片场发过脾气 可也从不后悔 因为作为演员 如果没有火角色 会不够好看 可如今 还有能让他火的作品吗 说实话 这些所谓的亚十一哥们 也算是见证了一个时代的落幕 承载了许多人的回忆杀 不管现状如何 都还是祝福越来越好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拉面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为您带来 更多明星背后的故事哦